天灾为何痴迷于收集徽章 他与反派禁闭又有何种区别 在《变形金刚七超能勇士》里出现了一位全新的反派 刚登场时就以绝对的实力碾压具无霸首领圣元 可他却没有急着去捕刀 反而一把扯下其徽章并焊接在自己右臂之上 要知道他在来这里之前已经涂漏了成千上万的世界 而每杀死一位强大的战士 他都会将对方的徽章收集 这点透过擎天柱的反光镜可以看到 天灾车头上那密密麻麻的徽章 同时也象征着无数阵亡的战神 而禁闭作为赏金猎人 他虽然保持中立阵营 但同样也是在宇宙中征战 他痴迷于收集各种异星巨兽 有能口吐硫酸的暴力头 还有数不尽的各种异星 就连恐龙金刚的老大钢索也是他战利品之一 除此之外 禁闭还需要大量资金来养活他的庞大无比的军队 这也是为什么他只为金钱而战 而由于他非常注重合约精神 因此在与昆塔莎签订契约之后 禁闭更是对擎天柱展开了不死不休的追击 毕竟拿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 反观天灾则是不同 身为宇宙大帝的爪牙 母星被毁的天灾只为征战与杀戮 收集他人的勋章不仅代表其超强力量的体现 更是每一位战士毕生所求的至高荣耀